由中華藝術文創協會與立委洪孟凱一同舉辦樂活新北 以其風發節能反讀為主題的繪畫比賽 自五月份啟動後得到了淡水、林口、泰山、巴里 三隻十門各國小幼兒園小朋友們積極響應 參賽作品超過4500件 經過評審老師的嚴格評審下22號在從林國中禮堂舉辦頒獎典禮 我們舉辦了第四年的新北樂活漫畫比賽 感謝大家的支持 而第四年每年都有非常多精彩優秀的作品 今年更是上千份的一個參賽作品 評審老師以專業角度挑選出我們最終的優勝跟佳作等等的相關 但最重要的是感謝大家用滿滿的熱情來支持 洪孟凱表示繪畫比賽可以傳達正確的觀念 同時讓同學們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 了解資訊與知識 並且有藝術這項美的種子 讓更多小朋友都能看到學道且蔓延開來 這樣的一個漫畫比賽可以傳達正確的觀念 又可以讓所有的同學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 來瞭解我們最需要掌握的一些資訊知識 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們也更希望這樣子的漫畫比賽 未來有更多人來參與跟加入 並且把美的種子 讓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夠看到 都能夠學習都能夠發芽茁壯 侯孟凱指出雖然有很多小朋友沒能獲獎 但明年一樣還會舉辦漫畫比賽 希望孩子們再接再厲 明年繼續以精彩的畫作參加比賽 記者胡宇軒林口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棧